字幕提供 我個人是不太贊成喔 把罷免當作政治仇恨動為工具 如果幹得不好那就 好不然那就正常罷免 可是我知道後來那個也是超了 名測 就是超了 就講了 要不是這種事情 我還不知道原來這個罷免的 連署跟那個總統的連署不一樣 如果這麼簡單的話 早知道當時也連署一下 沒有啦總統連署沒有那麼 就是比較難的 他覺得是這樣啦 不要 我還是覺得那一句話啦 台灣喔 認真工作好不要拜託大家 不要每天 好那這件事住到了 會住到了嘛 就是民進黨一定會讓他進入投票的這個議場 那你民眾黨要怎麼樣子表態 表態 你們又是必相關 我們會聲明說我們不贊成這樣搞 不贊成但是事情發生了呢 那就還是不贊成啦 那我們不贊成這樣搞啦 就這樣 但是這樣啦 這世界上常常 每天都發生我們不希望看到有東西的 就這樣 所以總是 想辦法啦 一步一步往前走啦 我常常說 我每次都鼓勵大家 我說 台灣不會一天改變的 但是更重要的 也不要期待我們什麼事都不做 台灣會自己改變 所以我們就是 Do what we can do Do our best 這樣就好了 會不會後退大家比較擔心喔 就是台灣的民主的制衡的機制 在領導人的強硬的意志之下 有可能會後退啊 會啊 希特勒就是個例子 普丁也是個例子 普丁我後來刪算喔 從1999年最後一天 那個叫什麼 當年 當年那個 那個俄國總統 葬給他做以後 到現在 24年來 俄國也民主倒退 所以後來發現 你看齁 本來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有那個民主潮 可是到 到後來 到19 甚至到21世紀以來 還是很多國家倒退回去 在中東啦 在中亞還是 所以民主政治本來就沒有保證會 會單行到會越來越好 還是有可能 還是有可能後退的 所以現在這個賴清德說 如果釋憲案在野黨不接受 因為他好像蠻有把握的 就是說大法官的釋憲案會對民進黨比較有利 可能會無效就是國會改革法案 青鳥會飛回來 就是街頭上會 他一開始說這個事項沒有過之前 在野黨不宜冒進 對 不宜冒然採取行動 冒然 這個就是在恐嚇我們 再來就是 青鳥會飛回來 就是說他動員群眾 搞群眾運動 遍地會 遍地開發 就到處搞罷免 所以說會把國家搞垮就這樣 我覺得看他真的 在他身上我就知道民主政治還是需要 終究還是需要有一點控制 不然民主政治還是會 從整個國際的案例 或是從歷史的案例 民主政治是有可能倒退的 不過這種大對抗潮出現的話 其實對於夾在中間的民眾黨來講 應該就是會有生存空間被壓死的危機吧 會 還是會啊 所以是這樣 所以我每次講 Do what we can do 我每次都安慰大家說 我以前在台大當醫生 也不是每一個病人都救了回來 你知道葉克摩存活率只有4成嗎 嗯 裝10個16個 只是說不裝全死 不裝全死 裝了才不到4成活 所以 但是我們還是要努力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 保持一種 心存善戀盡力而為 我覺得心存善戀很難 很難 因為你每天被挨打 你怎麼會心存善戀 所以我覺得我實在是了不起 我每天挨打還可以保持一種正面的態度 面對世界 不簡單 你怎麼看這個鄭文燦 這個因為 他因為什麼 因為什麼被收押 因為什麼被收押 這件事情 雖然這個是錄影的 不曉得會不會剪掉 沒有啦 他外號叫正百億 後面就不用講了 所以你在選舉的時候一直說 新潮流貪腐很嚴重 你指的是他嗎 多的是 這個從光電爐渣88 以前是88槍是警告 現在11槍直接把人家打死 天啊 沒有啦 我覺得太多了 這個 我覺得這樣 賴清德如何要辦 好那你就給我辦個 你不要辦個徹底 不要自辦鄭文燦 我可以講 從那個爐渣光電案一路上來 高端超私 你有本事就真的給我辦 那你覺得他是真辦還是假辦 我怎麼曉得 你不是說你很了解賴清德 跟他不熟 不過我最近在念書 我很喜歡讀書 習近平上台的時候也是搞這一套 樹灘 樹灘打灘 從那個周永康薄熙來 到現在還在打軍隊的貪腐 連外交部長國防部長都被抓起來 天啊搞什麼鬼 這是完真的 套路還蠻像的 人家習近平是玩真的 那他是玩假的嗎 但是不是 習近平那個要檢討 你如果上任的第一年這樣搞 人家會說 你都上任十年還在搞這個嗎 這個搞什麼鬼 這太多了抓不完 沒有 表示說 所以 沒有 所以講一個小故事 有一次黃國昌很悲憤的問我 他說為什麼壞人抓不完 我說 我說抓不完的 我們要相信制度 不要相信個人 我們要建立一個制度 讓壞人不會出現 他說為什麼壞人不能把他抓起來 我說太多了 實在太多了 要相信制度不要相信個人 公開透明是個謊話 我不敢說百分之百沒有 雖然我對我的案子 我都很有把握 為什麼 大家都說你是 要出事早就出事 你是下一位最熱門的候選人 死亡筆記本帳 我在媒體上都這樣放話 把資料全部上網公開 全部上網公開 會議紀錄 其實我可以講 我當台北市長 我們的公文99.85是電子公文 所以沒有什麼秘密公文 都沒有 所有的公文 而且我開會一定有會議紀錄 因為我都會簽名 我們都有會議紀錄 你都很小心就是 不是 我們都公開透明 公開透明 所以有問題就拿出來講 全部給我上網公開 看你喜歡看哪個案子 不是啊 每天都 台北市政府也是一樣 每天躲在那裡 丟一個丟一個 你有本事一次全部上網公開 那我看你哪有問題再問 那我再跟你回答 就好了啊 我看那個每次看電視台 奇怪 每一台都說我要被抓去關 怎麼一回事 沒有就是那三個弊案 三個大案好不好 檢調正在偵辦當中 那這更好笑 第一點喔 這個是對國家司法傷害在哪裡 因為老百姓都相信司法是政治工具 老百姓已經覺得是政治工具了 在講話的時候 因為這個 如果有問題的話 早去找一點辦啊 奇怪 怎麼找不辦 完不辦現在在搞什麼 而且這個案子押了7年啊 很合理啊 所以這個就是問題啊 他說這個賴清德把志文燦辦了 這是司法公正的代表 我說那表示過去7年完全司法不公正 蔡英文時代司法不公正 不是啊你不是 蔡英文押案賴清德辦案 你有監聽 有跟蹤 有照相 還有簽結 奇怪 簽結了7年後拿出來辦是什麼意思 對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我很想問你啊 所以這個 所以老百姓一聽啊 這個 就是政治鬥爭 司法是政治工具 所以每一個動作都在破壞台灣的 講一件事人家不會相信 為什麼台灣的司法會 可靠度這麼低 你7年前就有監聽了 就有照相啊 還知道什麼帶子拿進去 什麼沒有拿出來什麼 檢察官簽結 你簽結案件 你7年後拿出來再辦一次 什麼意思 沒有啦 每一個動作都不對 你覺得台灣老百姓覺得司法現在已經 某種程度成為政治工具了 所以 如果你被辦 你會意外嗎 如果是政治工具的話 他有在管說 你公開透明嗎 不過我是炸彈喔 什麼意思 我是地雷 不要亂踩 不要亂踩 我跟你講 你要辦人家好歹 沒有啦 這文餐是已經傳聞太多了 連外號都出來了 正百億 當然會 還有一點 簡明百獎 要辦也不是辦他這個案子 怎麼會 是辦這個案子 500萬 他正百億不辦去辦個500萬 把他的行情 看得太低了 他交保都可以交1200萬 你還說他受500萬 這實在是汙蔑 如果真的 20分鐘就可以拿 就可以抽500萬出來 再下一次 不到半個鐘頭就抽700萬 實在是汙蔑他的行情 汙蔑他的行情 沒有我對我的案子 我都非常有信心 你有信心 要出事早就出事 我們那個公開透明 像那個精華城案 我都會去調 精華城案是從來沒有進過市長市的 所以我這個案子通過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為什麼 市長怎麼會對單一建案去下令 這才是有問題 單一建案 所以他那個核准那個什麼容距離 我不知道 但是我後來 他們 後來人家在講 我去叫他們查資料 他有三個專案小組 兩個都委會 還加上都發局的官員 我再加起來把幾十人 我就問他倒想想要辦哪一個 市長市這邊沒有一個具體的指示 說這件事該怎麼做 不是我們根本不知道 根本連知道都不知道 我們就轉送啊 因為議員成請我就轉送 就這樣沒有啦 決策的流程上面沒有市長市的角色 根本沒有進市長市啊 我說奇怪我完全沒有意象 後來才知道說 他們就是 就是在 有 都市設計 都市計畫委員會 還有都市設計及審議委員會 還有三個專案小組 還有都發局的官員 而且還問說 都發局誰是主辦 後來跟我講說 有一個誰 我說那不用怕 因為有的官員跟我工作八年的 行不行 樣子我都很清楚 會不會做壞事你就知道 我跟你講那個都停止腳下都看了八年 而且他們都有做過很多案子 再怎樣八年風聲 都差不多啦 而且我相信我的制度太困難了 所以你覺得如果賴清德硬要辦你的話 這就是踩地雷的行為 他自己 不是 就你總要有旅遊嘛 你要辦人家要有旅遊 那我就看他怎麼找旅遊 你威脅他2028的連任之路啊 民眾黨的年輕人要回家啊 不是啦 你要辦人家要有旅遊 你有聽過做什麼柯百義這種名稱嗎 連柯一都沒聽過 鄭百義是有外號的 就是凡事無風不起浪 不是啦 有沒有大家曉得 江湖傳聞大家都知道 不用擔心 我相信我的制度 結果很簡單 在台灣檢察官濫權 不是一個案子兩個案子 是有好多的案子 那要好好檢討的話 可能還不只是柯文哲這個案子 我不反對 你檢察官去聲壓柯文哲 我也不反對你逮捕柯文哲 我也不反對你起訴柯文哲 但重要的是什麼 你的證據在哪裡 對 他被柯文哲嗆沒有證據 結果還真的拿不出證據耶 這有這個問題啊 這不是這個問題嗎 不是只有法官喔 我們無罪推定原則 就是你要有罪要有兩大要件 第一個叫確鑿證據 第二個叫嚴密推理 兩個缺一不可 然後我經常起選舉那個 很多那個新法學老師喜歡教的 就是說有一個人被殺死了 他旁邊有一把刀 這一把刀是秀林的 請問你 可不可以因此而推定 你是殺人兇手 當然不能啊 為什麼 我的刀子可能是被偷走了 耶 有可能 還有你怎麼確定在他旁邊這一把刀 就是殺他的刀子 對 所以要有一步一步很嚴謹的 確鑿證據 先證實這一把刀子 上面沾有的血跡是這個人兇手的 所以是個死者的 但是也可能是別的原因死 有人借機擺個刀子來害你啊 所以這個邏輯推理就一定要推理說 那你那時候人在不在場 有沒有不在場證明 對 那你人在哪裡 你有什麼動機 都要有確鑿證據 然後 嚴密的推理是說 我要證實這個刀子是你的 而且你在場 而且其實你拿這一把刀 而且你拿到這一把刀還是你砍他的 所以不能這樣隆隆統統 前段時間大陸有一個什麼 很有名的什麼女警 哇聲了一下子被人幾十個案子都破不了 破了他一年可以破四五百個案子 就發現陰暗一大堆 驅打成招 所以大陸的法治要加強 不能都胡來 大陸要變成現代化的國家 就是要法治要做得很好 台灣的法治 你不能說他好 你也不能說他不好 像柯文哲這種知名的人物 你要辦他 你可以沒有確鑿的證據嗎 還對鏡週刊放瞎話 說有七百萬資金不明 結果人家陳佩極出來說只有170萬 那你怎麼 你怎麼不澄清呢 你說陳佩極講錯了 竟然是七百萬 你敢講嗎 沒有 陳佩極就七百萬了 是我爸爸走了的時候的首尾錢 他說爸爸走了首尾錢三百多萬 然後兄弟分一分 他分到了一百多萬 那你說我不信 不信你來查啊 查說這個是危經小史給他 或者硬小威給他 你完全沒有確鑿證據 你怎麼可以這樣下辦案 所以不叫天下第一股 叫天下第一下 天下第一中組組成了端谷 結果呢搞出這麼轟轟烈烈的案子 這是拿不出證據 就把人家生壓 暫且不管他還要不要申請生壓 拿不出證據就立刻把人家生壓 這個種現象是不可饒恕 這個是生壓沒有成功喔 這是無保潛回 結果他生壓了彭振生喔 那生壓彭振生的理由是說 他有一個共犯 畏罪潛逃 這個共犯呢是台北市政府的 這個都委會的執行秘書邵秀沛 說他因為棄 畏罪潛逃 所以呢 彭振生必須生壓 還真的給他生壓成功了 後來發現這件事情也是個烏龍 人家是正常請假 檢察官到底在幹嘛 他是正常請假還是畏罪潛逃 有那麼難查嗎 有那麼難查嗎 什麼叫畏罪潛逃 傳你來你不來 到一定時間到你家去居體 你不來才在畏罪潛逃吧 就人家是正常請假 他現在還是台北市政府公務員喔 他當公務員當了很久了喔 好幾個市長喔 不是只有柯文哲喔 他好像聽說 從陳志扁時代開始台北市公務員 而且是什麼 是有工程師執照的 總工程師 還有副總工程師 然後兼任都委會的執行秘書 就是要審每一個案子 這個狀況 然後給都委會去做決定的一個人 那你說他是共犯 因為 主席就是彭政森 他執行秘書是共犯 結果一查 你也沒證據 所以也是無保請回 對啊 你說人家為最檢討 限制住居 對啊 限制住居是 檢察官就可以下處分嗎 所以我公開批評他 他不是天下低谷 天下低瞎 這有什麼好意外呢 我是覺得喔 這些檢方也好 院方也好 我知道你們壓力都很大 我知道你們都在看賴清德的臉色 在做事情 可是 頭上三尺有神明 有神明 要記住 大陸那一個很有名的辦案的警長 辦了那麼多案子 被稱為天下第一好警察 第一好警長 結果後來 身敗名類 那還差一點被用什麼 汪法罪起訴 我再講另外一個案子 當時這個雲林縣的縣長叫蘇志芬 蘇志芬在當縣長的時候 被指控有一個焚化爐的招標案 他收了廠商500萬元 錢有沒有證據 有 確不確鑿 開始出現問題了 不是有證據就會確鑿喔 這個 蘇志芬說我是政治獻金 然後 檢察官升押 法官批准就把他押起來 蘇志芬縣長在任上被押 民進黨立刻成立緊急小組 由蔡英文領軍 幹什麼 發動群眾包圍 因為那時候雲林地檢署跟 跟雲林法庭同一個方子 發動包圍 然後還公佈 檢察官家住哪裡 法官家住哪裡 公佈檢察官跟法官的個資 是啊 他說不是他公佈的 這外面都流出來了 那雲林那個地方不像台北 比較兇悍 比較兇悍 然後再來 他們喔 找了很多律師喔 去查核 這個檢察官過去手辦的案子 每一個案子 都把他提出控告 說這個案子啊 是有瑕疵的 是汪法起訴的 一搞搞了一百多個案子 檢察官每個案子都要去毀 都要去毀 這個叫疲勞攻擊 有點像我們那種 要癱瘓一個伺服器一樣的 那種信件攻擊 都是 所以結果什麼 到了一審 五罪 是不是五罪 二審五罪 三審五罪 為什麼 就是民進黨出動強大的力量 哪有地方沒有輿論啊 還有很多群眾力量 你法官檢察官在路上走要小心一點 台面上台面下的力量 蘇蘇恩是這樣無罪的 對 那台北相對是比較文明的社會 我雲林人會講我自己的家鄉 文明程度很好 但還沒台北這麼好 那你現在更加重啊 對柯文哲你有沒有確鑿的證據 不如說我不喜歡他 所以他一定有罪 他說怎麼可能沒有收錢 怎麼可能沒有 不構成確鑿證據 你要拿出來提增這個證據 那你說170萬 坦白講齁 第一個 你沒有證據證明這衛生小審給的 第二個 應小衛都拿4千萬 他拿1千4百萬 這個170萬真的是笑掉大家大啞 你能夠說服大家嗎 你相不相信 7百萬我都覺得很好笑了 170萬 他跟那個鄭文燦的案例是不太一樣 鄭文燦有沒有收500萬 有 鄭文燦有沒有被拍到照片 送錢的鏡頭 有 還被錄影 然後還被竊聽 不是 偷聽 不是 這個叫 監聽 監聽 合法監聽好不好 合法監聽 我用詞修正 所以有這些證據 我們就沒話講 對不對 至少都已經局部的確鑿嘛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相信 這個確鑿程度高很多 高很多嘛 那請問你 你告訴哪個證據 第一個 收錢沒有 沒有啊拉不出來 好那接下來說你圖利 圖利罪是不需要收錢 圖利什麼 20%的獎勵投資條例 好 那有人講說20%獎勵該不會給 我跟你講喔 全台灣尤其台北市 沒有人不給獎勵投資 獎勵的這種濃績率都有 因為獎勵投資上限是20% 為什麼規定上限 所以一個都市裡面總量管制 可能不需要太擁擠 可能什麼日照啦 可能環境啦 可是我們的法律只做總量管制 然後這獎勵的理由 是台北市政府自己可以訂 台北市政府有說 土地使用分區的什麼規定 那獎勵的項目是什麼 這個是市政府財糧卷範圍裡面 所以大部分的獎勵 我同意大概都拿15% 很少人拿20% 那他被指控說 為什麼在你的任內 只有你是20% 就這個案子20% 那奇怪啦 高雄的國賓飯店 也只有他1100多個% 可是現在不是說這個是 那是偽老都庚 請問你 偽老定義是誰定的 不是什麼30年 22年 這個只有22年 對 那請問你 也要防止毀壞 那一棟房子還在收客人 就是他很偽老但是很強壯 不是 你要給大家一個 你不是說時間到就一定偽老耶 不是看年紀的 對啊你要算的話 那個101也快30年了 也很偽老了 什麼今天講什麼嘛 對不對 所以不能純粹從年限來看這件事 對嘛 那個都會有 這個 市政府的裁糧權嘛 對不對 你如果夠民動了沒有偽老 比較強壯 民進黨就比較脆弱 容易偽老 這樣聽懂了吧 對不對 那至於獎勵的本身喔 這個裡面都你看 台北市全台灣最發達的都市 大家不否認吧 有沒有第五種商業區 沒有商務這種 那為什麼高雄可以變商務 聽懂嗎 這個也是市政府的裁糧權 對 那 柯文哲只要想辦法把這塊地變成商務 然後給他840就不會有廢話了 那當然 當然 不然當然也要當事人去生錢幹嘛幹嘛啦 程序上可能更麻煩 可能是個麻煩啦 所以 重點在獎勵喔 你說好獎勵是20%就是 就土力嗎 請問你 大部分通力都差不多15% 所以你變成說 你這個土力土力5%是不是 越講東西越小 不是嗎 因為他們通常是這樣覺得 欸 不過現在不是這個所謂的 市議會的調查小組說 他本來就應該是300多的 就你到840 300多到840就不是那20%的問題 300多是胡搞 我公開講就是胡搞 哪個市長胡搞自己站出來 你是說豪龍斌嗎 我不曉得管他誰 趙罵 他是這樣子的 那塊地 由第三種工業區改成 工山改成商山 商山就是500 所以就沒有什麼300多 560 那到底是誰把工山改成商山的 某位市長 陳水扁啊 好像是陳水扁 工山到商山好是陳水扁 不是陳水扁 後面的市長 為什麼 因為後面的市長弄一些左派的 什麼張金樂這些人 你就知道他的思想是有問題的 我公開講 什麼思想問題 哇這些人怎麼想呢 他說 龍斌力是公共財 我家的土地是你的公共財 你有沒有搞醜 第一個觀念錯的 第二個 他怎麼算呢 當時陳水扁是說 喔給你560 商山都是560 沒有人500以下 給你560 而且馬路也很寬嘛 給你560 但是附加條件 希望你捐第30% 有沒有法源 沒有 市長說叫你捐 不捐就把你丟到那邊不可准 合不合吧 唉唷市長最大啦 這個就是圖利市民嗎 不是 平常一講台灣就有很多人喔 很奇怪 很奇怪齁 我不講了有些縣市齁 也是有類似的喔 這個東西然後 你後面找人來說一說 你叫你捐30%變成改捐20% 那10%就是怎麼樣子 大家來瞧就是 我跟你講這台灣的風機很壞 不尊重人民的 自有私有財產權 還敢講我們不是共產主義國家 然後 560都要捐30 然後這個業主也知道妥協啦 不然怎麼辦 業主也知道妥協啦 那妥協結果是什麼樣 啊捐 那就是要嘛你就 負30%的地 就剛好陳水扁那時候收到很多布袋戲 戲油沒地方放 就叫人家蓋個戲油管 戲油管 叫人家蓋個戲油管 在公園裡面叫個戲油管 他捐出來是他做公園的 公園戲油管 但你知道齁 我們台灣有個通例 這個通例就是說 如果你家被化為公園 那要嘛市政府拿錢給你買 對不對 要嘛你的容積率 可以拿走公園給人家 公園就不能蓋房子嘛 一樣道理 我如果捐地 給政府的話 容積率是我的 我可以拿走 去別地方蓋 對 這是通例 可是後來有一個市長他怎麼說 不行啊你那這個 捐了30%的話 你的容積率就不應該 3356啊 就應該打7折啊 所以13百多啊 這邏輯怎麼來的啊 我已經捐了30%了 結果你還把我的容積率打折 對 這不合理吧 他說合理啊 他抑正遲言是合理啊 他說你只有300多啊 合不合理 因為你30%捐的地的容積率 搶人家財產 公開講 這搶人家財產 然後打7折這個東西就變成 台灣很有名的容積率戰爭 只有台北市 而且只有這個案子 注意到了沒有 只有這個案子 被砍容積率 你們很怪嗎 好 接下來問題又來了 打了以後最後 監察院糾正台北市政府 就是說你不能這樣 你錯了你違法啊 被糾正啦 回到500多 回到500多 那回到500多就是法定容積率500多嘛 那有的法定容積率確定500多 你還要跟他講300多 你就政治鬥爭 那你要政治鬥爭我也沒意見 因為柯文哲他嘴巴也很壞 整在鬥爭人家 活該被鬥爭 他以前說大巨蛋是貪污對不對 我弄個老闆的有沒有 五大必案 沒有 柯文哲你自己也沒有確鑿證據啊 對不對 我想柯文哲就我要批評他 然後 他當時還說要把大巨蛋拆掉 是誰主張的 姚立民 現在已經被提名為司法院副院長 就是姚立民啦 不是人啦 所以把大巨蛋拆掉是姚立民啦 你們還要批准他當司法院副院長嗎 而且我也支持人跟柯文怎麼翻臉欸 說你不拆你就是沒有實現政治承諾 我是你的總幹事 我教你講說要拆掉 你是當選人不拆 他要是真的當上司法院副院長會不會帶隊去拆 大巨蛋 那你問他 他沒有權利啦 問他 所以是這麼壞的人會當上 所以你們今天如果去大巨蛋聽江蕙唱歌的話 要記住 要拆大巨蛋的人就是姚立民 所以才會有所謂武大案 那武大案其實是柯文哲要修理郝龍斌用的 所以郝龍斌的人現在報復他 我也同意 我就要加油 就要好好報復柯文哲 以後柯文哲就會乖一點不是嗎 可是我們談到法律不一樣 政治鬥爭你怎麼吵我都同意 但是他那法律 任何只要進到刑法都要確確的 確鑿的證據 而且更重要 要嚴密的推理 都沒有啊 那你怎麼說人家圖利 到底是圖利多少 獎勵20%多圖利嗎 現在阿媽阿狗隨便拿到15% 現在562到840 這是20%的這個部分 不是 20%只到600多 只到600 對 到600多 那最後怎麼會到800 沒有 800還沒出現 還沒出現嗎 現在不是說這個已經到達容積率高嗎 沒有沒有沒有 申請建案指到獎勵容積率而已 那另外的 30%的遺轉容積率 喔他又把他移回來 不是 30%的遺轉容積率 是要他花錢去買的 嗯 市政府有叫他說旁邊那幾塊基林地啊 比較骯髒的地方叫他買不買 那地主不賣 所以買不到 所以那個另外30% 是看得到還沒吃到 喔 那什麼叫做遺轉容積率呢 就是說 你在台北市 去買一個公園的容積率 或者剛才講的那個道路的容積率 市政府沒有錢買的 你買他的容積率 喔 比如說一坪裡面 容積率可以幾坪 有個規定在那邊 你把他買來 然後可以補在你的裡面 他沒買到為什麼 因為你不能到 市政府不會讓你到 木柵山旁邊去買那個容積率來補啊 還有一個規定 你必須要在附近啊 什麼街道啦 聽說沈慶慶要買大家的漲價 所以 移轉容積率不是市政府送的 他自己買的 你什麼話說 他花錢買 他花錢買的啊 對不對 所以後面那段不能算柯文哲的頭上 當然怎麼算咧 那現在不是大家都講八百四嗎 所以就是根本就是 政治鬥爭 糊成一鍋就對了 對 就在這裡 所以 所以 媒體的朋友腦筋都不清楚 對不對 我這事情太複雜了 不複雜了 這樣講得很清楚啊 我意思是說 比如說這個街家庭的法官 你要他在一兩天 幾個小時之內看見證 然後知道就是說 這個到底誰對誰錯 他能夠這麼快就了解 這件事你要推給柯文哲有困難 我不知道 法官不是他素養很高 看兩眼就知道 你這個就是 醫生看病一樣啊 不能診斷抽 我見多了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到底很講 移轉農機率 跟你市政府官員 一點屁關係都沒有 所以後面的六百多趴 到八百四十趴 這段事情跟 市政府一點關係都沒有 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那為什麼大家現在都在罵這個 為什麼罵 我買的到農機率 你要核損給我啊 好我們一般 百姓不知道 這個什麼市議會的調查小組也不知道嗎 他在幫好農民爆尿漆啊 我也合理啊 我也覺得合理啊 柯文哲以前搞那個 五大案去罵好農民對不對 我說不對 你去援援好農民 所以那個是他現在的夜報 對啊 政治上的有冤報冤嘛對不對 我很公平嘛 沒有啦這個剛好突顯台北地院 這個 他的判準就是你讓人家覺得你的司法不穩定嘛 因為這兩個太極端 一個是無保請回 那一個是積壓 剛好是兩個極端 沒有在中間的 對我們本來判斷說 那你在程度上就是重保吧 結果他是積壓 那同樣是台北地院 同一個法院 就不同的法官這樣而已 所以當然會讓人家覺得 是不是 這代表法官很獨立啊 全世界沒有人這樣幹的啦 就是表示你的 是不是有一些規則不確定 所以新政 你的裁定的範圍很大啦 法官變神了 那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這個 坦白講真的蠻罕見的 不過坦白講如果有金流對價 那不會有差別啦 一定是積壓 那那就尊重司法啦 那就是因為他 沒有找到金流對價 那事實在講 是不是適用土利罪 那 因為未變於土利罪的 進一步的追查 所以 不是他是說會浮動到收賄罪 因為土利罪 那這個就是你的判斷嗎 他寫的他第二點裁定的理由 我知道啊 那你怎麼知道呢 你又沒有查到金流對價 他說在浮動啊 不 你這個是在判斷嘛 嗯 你就認為有收賄嘛 對 他主觀認為有 是 你怎麼可以主觀認為呢 你憑什麼認定啊 因為有200億的重大利益 我知道嘛 可是 我跟你講連那個誰啊 連彭正 彭正生 對 副市長 副市長 六年的 存責 是暴增2400萬 他到現在 還查不出來 哪一筆錢是金華城給的 有沒有金華城給的也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所以還是用土利罪啊 嗯 他還是羈押嘛 嗯 沒有 彭正生被羈押的時候不是只有 土利罪 第一次羈押停的時候 那個是生押的理由 你要用台北地院的裁定書 對 裁定書是土利 OK 土利 這個就牽涉到 你一個國家的司法要怎麼運作啦 嗯 當然有一些國家也是有土利罪啦 可是大部分都是歐陸國家 現在好像聽說義大利有是不是 不就是義大利 不過義大利是主要的 那主要就是黑手黨嘛 黑手黨 所以他就覺得 到處都在貪污嘛 所以這個都是有威嚇的作用 然後來法國也有 我的印象中 瑞士也有 可是我們所熟悉的 我們的法系採取的國家啦 是 英國 美國 德國 日本都沒有 嗯 為什麼沒有 因為他們 就覺得用這樣來 用 用 用辦黑手黨的方式來辦 沒有金流對價的土利來激壓人 這個司法代價太大 因為你可能會爛訴啊 或者是造成公務員不敢做事 因為你會被檢舉嘛 那他們就是覺得這個代價太大 我們在講 這個司法制度沒有說哪一個絕對好的啦 這是相對成本的問題 這個叫做制度成本嘛 那他們就覺得 金流對價 才構成一個犯罪 那 所以我們在看英美法系 你找不到圖利罪的英文啊 他們就是bribery嘛 就賄賂 那日本 德國也是這樣 我因為所以這幾天 就有一些人在問我 講那個美國的啦 日本的啦 他說柯文哲為什麼要擠壓 他就沒有辦法理解 那這個變成是 你還找不到金流對價 你就先把它壓了 然後 讓你在看守所裡面受苦 讓你撐不住 看有沒有講出來 吐司 那這個不是典型的壓人取共嗎 有一點行求的概念 反正這個就是 對日本人來講他們不能理解嘛 他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壓人啊 而且 所以日本的那個警察單位 他們就是會比較小心嘛 比較低調 那收證 收到了一定程度才收網 那 所以這個叫做定罪率啦 那日本像這種的定罪率 他就比我們高很多 你說貪污罪的定罪率 不只 土利罪 日本不是沒有土利罪嗎 我跟你講我們的土利罪定罪率只有三成 貪污罪的定罪率52% 就是這樣啊 就我們的辦案能力比較差嗎 就當然是這樣嘛 或者我說 你求便捷之道在辦案嘛 那人家不是嘛 我們舉例啦 比如說他這次為什麼 被迫提前收網 因為消息走漏嘛 有人要出逃了 對 一小微跟沈欣欣出逃 那為什麼會洩密 這也是你的問題啊 那為什麼你北檢要辦案 人家會知道呢 有司法單位被滲透啊 當然是這樣嘛 那你為什麼不去求 自己的鞏固 強化 那鄭文燦也是啊 不是好幾次他都事先知道 從七年前開始洩密到現在 是啊 是啊 所以我說 你不去求鞏固這個 去強化你自己的辦案技巧 那就用 反正因為台灣就是有圖利罪嘛 方便使用嘛 你只要新證已成就可以壓人 可是你找不到金流啊 所以我說我們就來看賠檢啦 如果柯文哲被羈押了兩個月齁 你就變成國際的笑話嘛 國際的笑話 當然啊這個就是 誰執政 誰就有這個優勢來辦人嘛 比如說 我可不可以壓陳其邁 陳其邁高雄國賓我們舉例啦 昨天聯合報就寫出來了 我覺得這對啊 現在大家都嚇死了 我跟你講 國賓喔 他的容積率是 1142 那 因為他有 那個高維建築嘛 高維建築的規範 他的危險係數要45 那高雄國賓危險係數 在2020年的時候 30 對 到了2022 突然變成67 他有一年突然衰敗啊 你這個沒有辦法說服人嘛 但是他變成67之後 還繼續營業了一年多 是嘛 然後就是一個結構技師寫了一個鑑定報告 然後高雄市府就接受了 我可不可以說你圖利 目前看起來很像獨立 那是不是可以壓人 如果按照 北檢的邏輯啊 對 那陳其邁可以壓啦 不是嗎 可是他這個還沒進都審啊 不是嘛 你已經合了嘛 他見照還沒有發 因為他還有環評問題 那我知道啦 可是 你這個 451low已經合了嘛 你已經同意他1142了 對嘛 對嘛 所以 後面是 那個是真正獲利啦 我們現在講前面 喔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會 而且我們在講白了 為什麼 美國英國德國日本沒有這種罪喔 我再舉幾個例子了 賠本的生意沒有人要做嘛 那政府當然要心力嘛 那你 你任何承包案 就是 標案 一定有失敗廠商嘛 對不對 實際上我當立委的時候 也有很多失敗廠商來我這邊 求助啊 說他不公平 檢舉隔壁那個 就是這樣 有人故意圖利他 就是這樣 那這個要怎麼認定呢 那法律項寫說民之違法 我跟你講這句話 在每個現實的個案 都有特殊的條件 你可能說 這個人就是違法 比如說我舉例啦 我們政府為了要發展國產疫苗 讓高端 在整個通過程序的過程中 都給他的特別的寬厚 這是不是圖利 給他開綠燈是圖利啊 但是是為了國家重大政策 那你自己講的嘛 這個就有圖利罪了嘛 沒錯是圖利 對不對 為什麼超私 獨買巴西雞蛋 為什麼他 可以不用政府採購程序 你為什麼可以這樣決定 說這個是緊急 緊急狀態 傳染病防治等等 買雞蛋需要緊急嗎 那結果 就超私一家獨自賺錢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就有認定的問題 那變成誰能夠控制司法 那誰就獲利嘛 那你就準備被我查嘛 而且 坦白說這個就是2028 如果真的換黨執政 大家來回溯啊 當然啊 七年前的案都可以查 是啊 九年前也可以查 所以大家都準備坐牢好不好 不是如果說這個圖利罪這樣子認定 沒有找到任何的金流成立的話 那現在這個所謂的圖利事件 可能是遍地開花 是啊 到處都可以算 比如說高雄為什麼要突然重新做評估 因為他覺得他這個狀況 如果照這樣子走的話 有人出來檢舉 他可能就是圖利罪了 就是這樣嘛 我跟你講不只這樣 我已經跟你講各種標案 都有可能 只要是政府的標案 我舉例啦 台南光電案 台南光電案你認為都沒有圖利 黃偉哲你敢有這種把握嗎 就是說只要國民黨執政 黃偉哲跟陳其邁 你就準備被收押 就照同意標準來可能就是這樣 我就不相信找不到 你沒有圖利的 因為我跟你講 政府就是要心力 所以任何的東西 最後飆出去 那個廠商當然會賺到錢嘛 好那你 所以你這裡要不要再定個說因為暴利 他現在就是這個意思 他說200億很多 對不起 所以我一定要擠壓他 連200億都算錯 對 你就知道他多不認真嘛 事實上真正 有事法爭議是 560到672那一段 20% 對不對 672到840那這人家自購 自購 自購容積率是合法的對不對 我們且不管這個啦 因為法律並沒有講暴利 因為暴利就會有一個標準 對 那他這個沒有嘛 你要圖利 那哪個廠商 標示政府的工程沒有獲利呢 如果不是這樣誰要做啊 所以只能做慈善事業 不能有商業利益 所以我跟你講 可是他這個200億真的計算得太離譜了 因為你就算是榮獎的20% 嗯 你也有一個對價性 是啊 對不對 我是對價性那個多出來的才是 對 至少10億 20億可能有 對 怎麼會是200億呢 對啊 這是不是法官寫來嚇人的嗎 不 你就知道他不認真的程度啦 沒有 他心證已定啦 他心證已定他必須寫一個說法 我跟你講 支持他自己的心證 這個就是 你是不是野蠻國家的標準啊 為什麼我們講的那些國家 他不願意讓法官心證那麼大 實際上我也有一個朋友就跟我講 他說日本 日本的直轄市長 也沒有那麼大的權力啊 他是兩個方向來節制你 第一個就是沒有圖利罪 所以你司法單位要辦人 你要找到金流對價 證據先拿出來再說 那直轄市這個行政權的部分 我也不會讓市長有那麼大的權力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英國 美國 德國 日本 他們的思維就是這樣 這個沒有所謂絕對對錯的問題 我再強調一次 這是制度合理性 制度選擇 跟成本的問題啦 就是說他們可能會選擇 我不要讓司法機關有那麼大的認定空間 可是我也不要讓行政權這麼誇張 那兩邊就要都來節制嘛 那圖利罪 你如果真的要有這種罪 那你可能要訂個暴力的標準吧 之類的啦 那我們現在是沒有嘛 那就各憑心證 結果你這個 朱嘉義 跟這個呂姓法官 兩個人的心證完全相反 對 相反心證 這個太荒唐了吧 這個就是我進了法院 我跟這個呱姓一樣 是啊 哪有人這樣子 沒有人這樣子 而且是用同一套資料喔 因為本來還說 你到高院去抗告的時候 新市證不認嘛 對 他為了表示說 我沒有要突襲被告嘛 我沒有要突襲柯文哲 我光明正大 所以我要用跟朱嘉義一模一樣的一套 就朱嘉義看了一套是這個結果 結果呂政業看了一套是這個結果 那我們這個法院真的是 結果相反 這是呱姓的法院嗎 是啊 所以這個就是你司法制度有問題嘛 或者說你 你這個圖利罪的 新證的範圍特別大 如果是金流對價 是前提 那我認為不會有差異啦 可是你找到收賄的證據之後 你再去辦相關圖利益到底多大 這個對價大家就會看得出來 了不起是在法官的行度上有差異 OK 你就貪多少嘛 然後圖利多少嘛 那這個是重的問題 對 就是我是10年 20年 30年還是40年 那那個我們都可以理解 對不對 可是你這個是 有罪沒罪 的判別標準 是你自己決定 這個哪有人這樣搞的嘛 如果啦 反正惡法易法 那法官現在既然做了這樣的行政 他認為這樣子叫做圖利 而且是有罪 而且是應該要收押的話 那如果這個圖利罪真的是這樣成立的話 那表示在這個過程 就是完成這個犯罪行為的人 當然不只柯文哲一個人嘛 所有 牽制的都有罪 對嘛 所有蓋帳的都叫共犯了吧 對 所有的都委會委員都叫共犯了吧 因為如果你覺得這個東西是有罪 這個東西是違法 你當時就應該退席啊 對 我覺得應該拒簽啊 對 那這些全簽的 那應該一缸子人通通要 都有罪 成為共犯罪罪 那只是 可能會緩刑 對那你至少要辦嘛 一定要辦 那現在沒有人辦啊 現在他沒有辦這些相關的共犯 然後就把柯文哲擠壓 說他有罪啊 現在不是這樣嗎 是啊而且那個容積獎勵制度 那三個案 對 是邵沛秀提出來的 對 結果他是 無保 限制居住 對不對 他是共犯啦 他好像是關鍵共犯 他沒有被擠壓 沒有被擠壓但是 罪名他可能是關鍵共犯 是嘛 那不只他啊 所有的都委會委員 你有簽名的 有參加那一場會議的 你都是吧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啊 現在通通都回去了 對啊都回去了 而且都是證人啊 沒有被限制居住嘛 對啊 所以這都是一個你辦案上面 你覺得 好像圖利罪只有柯文哲一個人 就可以搞定的概念 沒有彭正森也是 他應該是一個集團犯罪 這一團的人通通都是共犯嗎 否則你當時就應該是明知違反 我拒絕啊 我當然是這樣啊 那你就去等著國際笑話嘛 你就是清朝嘛 這是朱九族的概念 因為沒有人 我跟你講喔 我們很少看過 紫萍圖利 然後找不到金流 對價 就壓人了啦 尤其是 洞見觀瞻的 他是首都市長 大咖的政治人物沒有人這樣做 沒有人這樣做 我看今天有人啊就是說 誰說台灣沒有圖利罪定罪的 丟出了兩個案例 這兩個案例非常的妙 一個是這一個彰化 斗六鎮鎮長辦公室主任 他圖利一萬多塊 然後圖利罪三審定業 就是判了一年多 不是我剛剛不是跟你講 定罪率有三成嗎 對 但是你知道他圖了什麼力嗎 他就是放了一個垃圾車進垃圾場裡面有這個 不應該丟到垃圾的 垃圾場裡頭去的東西 什麼磚頭什麼東西的 所以他就圖利罪定業了 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莫名其妙的案例 最近還有兩個案例也很莫名其妙 兩個交通警察 沒開罰單 有人違規迴轉他沒開罰單 居然被警察局移送圖利 說圖利這個違規的三寶駕駛 還有一個警察幫一個阿伯 本來要開罰單 覺得他是實荒老人很可憐 就把那個罰單收回來 他也被檢察官起訴圖利罪 說你怎麼可以圖利那個阿伯 這種行為很多欸 對 那這都是圖利罪欸 那就來全國大選舉嘛 這很可怕欸 那所有當官的都抓去關嘛 不就這樣嗎 這個就是 這個叫做胡扯啦 他為了要幫抓柯文哲合理化 就說這些都有圖利罪啊 怎麼會沒有圖利罪呢 對嘛 我知道啊 我知道他的邏輯嘛 這感覺就有點羅之入罪啊 沒有金流對價 就是完全心正嘛 但是如果你真的照我們的這個貪污制罪條例裡頭的圖利罪 他的確是 可以用這個手法辦人 是啊 對 他要辦是可以辦的 所以這種叫做惡法嘛 所以你去看 我們認為司法上比較文明的國家為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是義大利 法國那種國家嘛 就他就是貪污 法國也蠻文明的 貪污比較多的國家嘛 這大家都知道嘛 那一開始是義大利嘛 因為黑手黨嘛 那人家在做制度選擇 一定有考慮過 相對成本嘛 環境啊 國情啊 是啊 之類的嘛 所以你台灣 你就是 這個問題事實上在1996年 有討論過嗎 國家發展會議 江炳坤就主張要廢除了 可是沒有人敢動 大家覺得好像你這是為了要貪污 民粹又來了 對 然後又是 好像幫貪官誤航啦 那 事實上我們已經講過了嘛 單純圖利罪定罪 只有30% 那你要付出的成本是什麼 你付出的成本是 那老實的公務員不敢動啊 因為隨時有人檢舉你 對不對 那你定的這個罪真的有抓到 大貪官嗎 我就跟他講嘛 就是一個什麼抖六正的 什麼服務處主任 放一個垃圾車 到了貪官 你還是抓不到啊 嗯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講的制度成本嘛 所以昨天就是有一個 那個日本專家就是那個 何時勝 他就去問的朋友 他就說 他們聽不懂 他說日本沒有這種罪啊 就是你要去辦安倍的老婆 安倍老婆那個時候不是 有一個學院 有那個灰色地帶 如果是台灣那早就被抓了啦 那 東京地檢要辦他 就要去查金流啊 就是這樣 差別就在這裡 沒有信任 沒有信任 賴清德 跟大陸 不會被信任 連我都不信任他 我們自己都台灣人 我都不信任他 民進黨的每一個政客 我都不信任 坦白說 因為他們不可信 他們沒有誠信 他們是完全沒有政治誠信 所以我覺得大陸人不會相信你這一套 格萊宜是一個彈頭學者 不是我直接講 他就是一個彈頭學者 他根本不了解中國大陸 他可能覺得李登輝時代可以有密使 賴清德也可以有 李登輝還是一個比較相對來講 還是可信的人 我講的是相對 就李登輝他知道他的 他要守住哪一個底線 他知道哪一個底線他絕對不能碰 碰了以後 那他就萬決不復了 所以他雖然很會搞計模 很會搞權術 可是他知道哪一些是政治的紅線不能踩 所以你看李登輝在有一些地方 他在他任內的時候 他就是堅持的不會去越過那條線 他是卸任之後他才 對不起我現在已經不是總統了 我現在已經不是領導人 我沒有權力了 所以我可以大放厥詞了 我可以把我心裡話都講出來 可是你看他在他任內的時候 他即使心裡再有話 他再有他的想法 可是他知道政治有一條底線 那條底線不能碰 我覺得李登輝有守這一條 我們強調李登輝在台上的時候 跟在台下是兩個人 在台上他還是會守住底線的 他在台下他就把他的底線都 都解開了 所以我就是一個台獨 釣魚台就是日本的 怎麼樣 我就是半個日本人 我就是心裡面是日本人 怎麼樣 我連名字我都改為 叫做什麼李什麼正男的 眼裡正男的 我連我的名字都可以改了 我不要漢姓 我不要漢名 我瞧不起中國人 我瞧不起台灣人 我就是不要漢姓 我要眼裡正男 他寧可要眼裡然後正男 當然有人說加一個步就變成歪男 不管如何 那問題就在於 李登輝在他任內的時候 他守住那個底線 我們一直在強調 你要把李登輝在台上跟台下分 可是民進黨不是喔 民進黨台上台下 還有在私底下跟公開 都是不誠實 現在的民進黨都不誠實 你無法信任他 沒有人能夠信任他 我不相信美國人 信任民進黨 完全不信任 美國人不會信任他們的 所以葛蘭儀才會說這些 不可信的話 那葛蘭儀也沒有人會信任呢 所以兩岸之間要有 地下溝通管道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不可能 不可能啦 民進黨誰敢跟你 誰敢跟民進黨玩地下管道 誰可信 你先告訴我 民進黨有哪一位人士是可信 哪一個老兄 或是老姐 或是老妹 您站出來說 您的人格是可信 可是美國會不會壓著賴清德去做這件事 不會啦 不會 美國人就是希望賴清德的台獨牌 是可放可收 但是控制是在美國手中 美國的態度只是要求就是 他能不能控制住 他要你閉嘴的時候 你要給我閉嘴 他要你講的時候 你必須要給我大聲講 那問題就在於 美國人的問題是在 如果說要你閉嘴 你不給我閉嘴的時候 我就擋你臉 陳水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所以小布希就故意的在公開場合 把這個陳水扁直接點名罵三日經 三個字 三個字 這樣算三個字 三個字 他就是罵三個英文單字 對不對 所以 小布希為什麼要公開罵 就是警告你了 說這個狗東西 你小心喔 接下來我有更狠的手段 這個時候突然間 陳水扁就怪了 這個就是代表什麼 代表美國制民進黨有的是辦法 也就是說 我今天叫你不要再鬧 你還在鬧 哪一天你就聽到 這個川普或者是拜登 罵出14個字的髒話 那這個就很兇了 夠兇了吧 然後台灣的媒體 就都是抖大標題 登在頭版 但是綠營的媒體不會登的 他會改字 綠營的媒體 綠營的媒體很厲害的 每個都很厲害的 他還會說文解字 重新解釋 美國人還是很愛愛情得的 愛得要死的 但是事實上他們 內心空虛了 就要派人去解說 然後這個時候就會乖了 我告訴你 就是如此 美國人就是要你台灣搞台獨 然後但是那個台獨是他掌控的 放 你就叫 送 你就 咬 叫 懂得閉嘴 懂得開嘴 台獨 要你叫 叫兩聲 好 台獨 可以了 閉嘴 閉起來 這樣子的情形 這就是美國人要的 保證 他愛得要死 可是如果你失控 那這個時候你就對不起了 你看我怎麼修理你 所以你看 蔡英文的8年 美國黑癖 蔡英文也黑癖 因為他很乖 叫他就叫 他就閉嘴 現在情況就是看賴清德 賴清德目前還能夠這樣叫 那就代表美國還讓他叫 所以不要演戲啦 葛萊儀 所以目前賴清德還在 美國覺得乖的範圍內 對啦 那個 不是乖的範圍內 是美國人要你叫的範圍內 還是美國人叫還是要你叫 多叫兩聲 所以美國人是裝的 又兩岸要打起來了 叫叫叫叫叫 又兩岸要打起來 叫叫叫叫 美國人是在演兩首戲 葛萊儀他們是純粹在演戲 不要演戲啦 你的演戲的技巧並不好 所以中國解放軍還是持續會在台灣的周邊 進行各式各樣的演練跟演戲 所以你們看強度從來沒有減弱 對沒有減弱 從來沒有 所以不會因為你美國人講了什麼話他改變了 而且他的演練的科目跟打法是一直在調整 他在找對他來講最有利的打法 就各式各樣的演練都有 不會停止的 而且會越來強度越來越高 你看前段時間是北中南 後來就270度 然後再來再調整一下 科目一直增加 一直在變 各種花式都有 都有而且呢 以後登船檢查的頻率會越來越高 會不會不只檢查漁船 其他的商船有可能也檢查嗎 目前商船我覺得還不會動 目前 那也就是說在 因為目前他是有一個足夠的正當性 就是休餘期 休餘期期間在他的經濟海域 那是國際法的規定 聯合國的海洋法公約裡面 就是說經濟海域你有經濟使用權 那你現在宣布是休餘期 其他的國家也必須要遵守 因為那是你的專屬經濟海域 那既然是你的專屬經濟海域 你現在是不准捕撈 就是不准捕撈 那所以你違反你的經濟海域 違反你的海上秩序的 你的海警去執法 沒有一個國家會有意見 不會有意見的 完全符合國際法律 完全符合國際法律 大陸在這個部分裡面 他一定要去讓國際社會裡面 國際輿論沒有辦法去批評他 你在這裡 國際眨 你留在這裡 國際社會